2023上海车展 嘉良为大家带来截图旅行者 截图旅行者这款车型 从我们最初首会说车 为大家预热到今天 这款车的热度一直是不减 想必大家也被它的 这种硬派的越野外形所吸引 虽然说外观是一个 非常硬派的小越野的造型 但是它依旧是基于 承载着车身打造的 并不是带大梁的 咱们所谓的硬派越野车 它的定位呢 可以去参考 哈佛大狗这类车型 但是它的车身长度是 4781毫米 轴距是2800毫米 定位于中型SUV 而且像截图旅行者这款车型 也是提供标准版和家常版 两款长度的配置车型 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展车 是一个标准长度版 家常版呢 还会在后悬那里加长 然后提供一个 三排七座的空间布局 而我们今天呢 也带着大家围绕展车 来静态解读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款车型呢 有非常多的偏越野风格的设计 比如说独立式的前杠 包括截图的几个大字母的logo 以及很概念化的灯 以最初截图TX概念车啊 效果是如出一辙 轮载手上 像我们看到这款车型搭载 是一个比较概念化的轮毂 是一个20英寸的 同时还有19寸的可以选择 这里还贴了个logo 这很有这种极朴的这种纪念范 但是顶上的字写的是 终身至宝 我们看到车尾的设计 依旧是秉和了硬派越野的造型 以及承赛SUV该有的这种 柔情的两种设计结合 包括很个性的这种 方形的八边形的 一个小书包 车顶这里依旧是提用了 流媒体后视镜 以及比较宽的 贯穿式的高尾叉车灯 点亮之后呢 是两边的这种灯光效果 而且两侧的这个尾灯的效果 也是用了这种熏黑的 类似于整个灯体笼 包裹在内 点亮之后 内部是形成一个单独的发光体 虽然说它是定位于 中型尺寸的乘赛SUV 但依旧是给咱预留了这种 拖车的牵引资质的牵引口 所以说它的定位啊 真的是很跨界 我们进入截图旅行者的车内 首先来到截图旅行者的内饰 内饰的整体设计啊 依旧和外观一样 显得非常的硬朗 包括采用了大量的 横平竖直的这种线条 而且用的相当的过分 包括两边也用了这种 偏方形的把手 而且包括空调的出风口啊 以及挡霸 哇 这挡霸用的特别的过瘾 都是采用了这种 类方形的转折设计 看起来相当的硬朗 前方仪表盘的尺寸是 10.25英寸 中控屏的尺寸是 15.6英寸 而且也搭载了8155的车柜级芯片 但很可惜 今天的展车没有充电 再往下看 手机的无线充电面板 以及另一块 也是手机的面板啊 都采用了织绒的布局 同时后方档位 刚才也说了 下方这里 还有一个多模式选择的按钮啊 造型都很粗犷 而且两边镀铲上 也用了这种锚钉的装饰 而且也是现在实际上 很流行的这种 偏硬派越野风格车型的 都爱用的这种装饰性元素 而且在副驾驶这里 依旧是做了一块置物空间 同时打开中央的扶手托 这里还有一个 前后移动的小盖板 置物箱空间还是比较深的 而且内部也是可以 连通空调的冷气和暖风 再说回我的位置 这个方向盘 真是造型特别有设计感 盘幅还是挺大 挺宽的 尤其是两边延展性的这种 把实感啊 还是挺宽的 门板这边造型也是 比较的硬朗 包括这里 做了一个绑袋的这种设计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下方这里 还有一块比较大的 置物空间 挺很宽 填充呢 是偏主动支撑性的 这种稍微偏硬一点 对身体各个部位 起了这种主动的支撑环节 头顶这里 像自动的防线模后视镜 以车内的摄像头 还有全景填充的开启关闭 整体来说吧 车内的视野感 给我的感受就是 造型挺促广 车型也挺宽 与这款车型 偏越野的风格 非常的符合 好 这是前排的配置表现 咱们去第二排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旅行者的第二排 首先它的轴距参数是2800毫米 但是使车没有通电 而且前排座椅放的特别靠后 所以说空间不做参考 好 看一下第二排 首先第二排的坐姿 明显是要比前排更高一些的 而且坐垫依旧是非常偏填充性的 而且后背的填充感特别的足 第二排的空调出风口 以及后排的整体设计 和前排依旧是一样 非常硬朗的造型 而且是有一个Type-C USB接口 下方还有一块比较深的置物空间 门板这边和前排一样 但是它这多出了一个比较粗犷的把手 这个设计我很喜欢 富士托打开之后 依旧是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开盖的背架 而且后方有一个比较浅的置物槽 头顶还有一块全景天窗 好 这又是截图旅行者的第二排的空间配置表现 最后关于截图旅行者的动力方面呢 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款 它就是一个1.5T涡轮自家发动机 加电机的插电式混动的动力总成 除此之外呢 还具备1.6T涡轮自家发动机 以及2.0T两款燃油发动机的动力版本 与其匹配的就是7组适双联合变速器 以及8AT自动变速器 总结来说 旅行者这款车型 相信吸引大家的 五位就是非常硬派的一个越野的外观 以及多款的动力总成 其实再结合它的售价来看的话 16到20万的一个价位区间 三款动力选择 也总能选择到一款你最适合的车型 我是嘉良223上海车展 为你带来截图旅行者 是嘉良223上海车展